今日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和科普作家方舟子在微博上掐起来了 事情缘由是方舟子发起了一项食品科学实践活动 二十多名主动报名的网友现场采摘转基因玉米并煮熟品尝 方舟子认为应当创造条件让国人可以天天吃转基因食品 而崔永元对此发出了质疑转基因食品你可以选择吃我可以选择不吃 你可以说你懂科学我有理由有权利质疑你懂的科学到底科学不科学 你可以说我白吃我也可以说你白吃 随后两人就此开始争论 最后上升到质疑对方的语言逻辑问题也无资格科普的问题等 方舟子回击称不仅做科普要有语言和逻辑做主持人也要有语言和逻辑 别人究竟可不可以说你白吃 最后双方在微博阵地上不断过招进行了十几个回合人未分出胜负 然而二人进行纯香舌战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早在2011年崔永元在微博上对方舟子评价为一个搅局的人 方舟子回应如果搅局是为了重新洗牌设更好的局建立更好的游戏规则那才有希望 此后两人在无公开对话如今两年后相约在战 却让大家对于转基因食品有了更准确的认识也并非白忙或异常